马云集结了全球四万阿里人为十八岁的阿里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成人礼 至今杭州的上空还响彻着几万人的欢呼声 然而在这喧嚣的背后 回荡着马云曾经那个略显苍凉却无比性情的后悔演说 我有生以来最大的错误就是创建阿里巴巴 因为工作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 如果有来生 不会再做这样的生意 我不想谈论商业 不想工作 这绝不是马云的矫情 这个时候的马云是无数个中国企业家 吴小波曾在多个日日夜夜里 为一些遭遇大败局的企业家而惋惜 为他们身上共同流淌的失败基因而奋笔疾疏 然而 中国企业家的大败局 不是他们亲手构建的企业帝国突然崩塌 而是常年过着丧家式生活 中国企业家几乎是最累的一个群体 而对很多第一代创业者来说 他们的生活几乎都是工作 在很多人看来 那种生活几乎是不可思议 中国的企业家 只有企业没有家 宗庆后 从少年到白头 依然坚守一线 眼带 皱纹 老年般种种迹象表明 宗庆后老了 年轻时 雷厉风行 老了之后 看起来和蔡可亲 出生于1945年的宗庆后 创业30年来 每天工作16个小时 一年中200多天都奔波在市场一线 工作几乎是宗庆后的全部 他上班不是朝九晚五 而是朝七晚十一 从年初以上到年三十 几十年如一日 而且他没有什么享受 简直就是为了工作而生 布夏们说 他虽然在杭州生活 但是已经好几年 没到西湖边去做作 看风景对他来说 是一种奢侈 从少年到白头 宗庆后已经年过七旬 2017年 娃哈哈成立三十周年 而这位72岁 实业老人 依旧奔波在市场一线 对此 宗庆后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苦惯了 我小时候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后来做生意 也吃过不少苦 钱都是自己 一点一滴辛苦挣出来的 但真的不太会享受 钟闪闪 九死一生的农业生产之路 2007年 钟闪闪去江西赣州 看着漫山遍野的骑城 她便以为好成枝 唾手可得 于是 她很快就决定在那里发展果园 并建厂生产成枝 钟闪闪不曾想到的是 因为这个仓促的决定 自己要付出十年的心血来弥补 农业远非自己想象的 那么简单 坚持还是放弃 钟闪闪选择了前者 有人说是因为她的轴 不撞南墙不回头 可在她自己看来 实在是形势所迫 钱都投下去了 工厂也建起来了 哪还有什么退路啊 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橙子 两瓶果汁 农夫山泉 却为此走了非常多的弯路 几乎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 钟闪闪说 桃华碧 人生的路没有平平淡淡的 桃华碧 贵州人 一个没上过学 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农村妇女 却凭借一贯老干妈 成为国民公认的女神 并将中国品牌推向了全世界 她丈夫早逝 剩下孤儿寡母 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女人 带着孩子谋生 她从摆地摊做起 慢慢积累 每天要扛着一百多斤的担子 去卖蜜豆腐 并且为此落下了严重后遗症 直至今日 仍高耀不断 她曾被搬车售票员推下车 为此她要走几十里 但是 这个不屈的女人 愣是靠着惊人毅力扛下来 桃花碧说 从年轻走到老 我觉得人生的路 没有平平淡淡的 没有经过风吹雨打 不算企业家 经过风吹雨打 日晒雨林 才算真正的企业家 有些企业家 你别看她说的 要看她实际做的 才是真功夫 硬功夫 哪都拿不出来 是见不得太阳 是在温室里长大的 我们是见得到太阳 经过日晒雨林 风风雨雨走过来的 刘勇好 我们不是一夜暴富 这位六十多岁的董事长 岁月似乎在她身上 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 脚步轻快 心态年轻 似乎有一颗永远不老的心 我们不是一夜暴富者 深知创业的艰辛与不易 我们企业的底蕴 使它是稳健的 生机绵绵的 因为我们的目标 是创建百年希望 一切务实 不讲排场 不图虚名 不抽烟 不酗酒 不打牌 每天开销不超过一百元 吃穿随便 得体就行 富有但却过着 简朴充实的生活 这是刘勇好 与许多成功者不同的地方 这是新希望多年来 蓬勃发展 没有倒下去的原因 牛根生 只要努力 屌丝 能逆袭成功 1958 牛根生生于呼和浩特 出生不久 为生活所迫 被生父母 卖入养父母家 据牛根生亲自描述 因为吃不起饭 亲生父亲 开价50块钱 把我卖了 由养母抚养14年 1978年参加工作 成为一名 养牛工人 90年代的牛根生 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 自己后来 会成为载入 中国金融史册的大人物 那时的他 一个41岁的老男人 竟然要大老远 从内蒙古草原 跑到北京来找工作 投出去50多份简历 连个面试的机会 都得不到 就是这样的屌丝 最后逆袭成功 创造了中国乳业奇迹 楚石剑 人生不要有太多计较 要向前走 楚石剑 曾经是有名的 中国烟草大王 把红塔集团 做到了亚洲第一 世界前列的 大型烟草企业 后来 从人生的高峰 跌到了谷底 因受贿被判 无期徒刑 获得保释后 75岁高龄 重新创业 和妻子承包了一片 2400亩的黄山 种起了橙子 以楚城 红遍大江南北 再一次让自己 成为了传奇 如今 楚石剑 已经是一个 89岁的人了 还在摸爬滚打着 楚石剑说 社会都是以 成败论英雄的 是不是果王 不是我说了算 我是做事的 评价是别人的 我给自己打个 80分吧 刘强东 京东面临倒闭危机 一夜白头 体现刘强东的 老板气质 或许就是 额钱的小撮白发 2008年 第一轮融资 用光后的京东 面临着倒闭的危险 正值金融危机 没有人愿意掏钱 给一个不知何时 能盈利的企业 那段时间 刘强东一天 见五个投资人 说同样的话 得到的回答 也是一样 拒绝 对兄弟们 那种愧疚 和痛苦一拥而上 任正非 半年时间都是噩梦 常常哭醒 我无力控制 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 半夜常常哭醒 研发失败 我就跳楼 这是任正非 在华为创业为奸期 决绝说出的话 那时他先后历经 爱将背叛 母亲逝世 国内市场被港湾强食 国外市场遭遇 思科诉讼 核心骨干流失 他每天工作 十几个小时 依旧深感无力 这位从小 在农村吃苦长大 在部队锤炼多年 外人眼里 坚强如铁的商业硬汉 曾经如此艰难 此后 在一封给华为 抑郁症员工的公开信中 任正非坦诚 自己也曾是一个 严重的忧郁症 焦虑症的患者 他的身体还得了多种疾病 因得了癌症 动了两次手术 企业家如此拼命 长期高负荷工作 身体的健康状态 让人堪忧 而中高层管理人员 上行下效 越来越多的人 也被疾病 亚健康侵蚀 亦不容忽视